歡迎來到吳董談大選 大選看吳董 2020台灣選個好總統 我們今天還是歡迎我們的主講人 吳子亞董事長 大家好各位網友大家晚安 董事長今天這個真的是太精彩了 而且地點啊 在佛光山 他今天幹狗這個 中天的記者 中天的記者喔 他直接說 你們老闆得到國台辦的指令 你再來問我這個問題 然後接著又說 你是國台辦的打手 連走狗都出來 董事長 喔 這講話已經很重很鹹了 中天問他什麼 中天問他一個很簡單的問題 你昨天說你誰的不甩這個問題 那你今天敢不敢承認 會不會有沒有變化 對 就是說你郭台銘昨天很勇敢 對 那你是不是過了一夜清醒了 你就還是會叫回去 老郭翻臉 他根本沒有聽他在 他沒有 董事長你有沒有發現啊 他根本沒有聽他在問什麼 他看到中天就抓狗 對 他完全沒有聽他在說什麼 對 民進黨的最高的選舉原則 如果碰到郭台銘的話 就如何去激怒他 所以他一激怒這個選舉很好選 老郭這個人別的好處沒有 一激就怒 好 但是這一次的激怒 對他是加分的 因為他直接去跟望董衝突 我覺得是對的 因為選舉有一個最重要的原則 你知道嗎 就是你要跟非候選人作戰 因為現在他的競爭對手 其實是韓國瑜對不對 對 結果如果版面上一直出來 看到郭董 望董 兩個一直吵吵吵吵吵 韓國瑜不見了 對 韓國瑜就一直跑去搞什麼 洗衣機 搞什麼洗澡盆的塞子 對 去找根格勒 那不見了 所以郭董今天這個罵這個 這個標罵這個望董這個事情 其實是好事 但是他要能夠持續下去 就選舉策略而言的話 我覺得是正確的 可是罵個小記者很鬧 小記者沒用 記者 那中間記者你也知道 聽話拿心血老闆辦事 然後問題是他今天比較嚴重 他槍到國台辦打手 對 那國台辦打手 是要叫東 這個有點問題 我昨天就在節目裡面說明 國台辦或是北京當局 跟旺中的關係 他有一些 現在產生很大的混亂 非常大的混亂是什麼 第一點這是國民黨初選 因為我前兩天看到 央視的海峽兩岸 已經連續兩天在報導 韓國瑜的這個 民調落後 然後國民黨的初選 在進行中的一些問題 換言之講 中央電視台是正確的 這個北京政府的喉舌機關 他開始在談一件事情的時候 你要去解讀他 到底發生什麼事情 我們發現說 他已經開始在談一件 比較不好的事情 就是韓國瑜民調落後 對 然後那個消息就告訴你說 我知道你民調落後 大家都知道 那給他們最快的方式 讓那些社台單位的這些 學者專家或是台商等等 理解到 就是說我這個北京中央政府 對國民黨初選的這個態度 他可能保持一點距離 所以這個氣氛已經出來了 氣氛已經出來了 現在你郭董 但去嗆旺董說是他的打手 我覺得這個有一點 郭董可能有一點誤會 那我之所以認為這個事情誤會 第二個問題我昨天談過的 今天北京當局有一個最重要的 一個核心思維 就是一個要討好台灣人 對 就寄希望與台灣同胞 他寄希望與台灣同胞 就是未來的祖國統一 寄希望與台灣同胞 他知道台灣當局 包括民進黨政府 國民黨政府 對這個國家統一這個事情 基本上我們是反對的 那我身為民進黨的前黨員 我的黨籍現在還在審查中 今天星期三沒有新消息嗎 我下午去了中平會 結果我們中平會的主委 就很肯理喻很客氣 他看到我去很高興 然後說 這大概逮算耍在出力 因為我跟陳菊在打官司 陳菊在告我旁邊的民運 你知道嗎 我們兩個在告 以為今天星期三就有結果 還沒有結果 他 一個是 他們都突然間跟我講說 有個陳秘書長 我說陳秘書長是誰啊 陳菊 我忘記了 因為我現在開始 就一個禮拜要講一次趙家寶 因為不會被告 趙家寶是貪污犯 陳菊秘書叫趙家寶 判刑五年 跑路五年被抓到 所以陳菊有個秘書叫趙家寶 他會貪污 陳菊不會貪污 目前沒有被抓到 但是他的秘書貪污被抓到 那這個事情陳菊不能告我 因為敘述正確的一個事情 讓全國的觀眾知道 然後因為這個事情 所以我的黨籍要等到明年再來處理 那民進黨已經下台了 我跟你講 我也不在乎了 那現在反過來 又把他撤回來 郭董在嗆忘董這件事情 我覺得郭董有一點操作的 有一點失調準頭 因為郭台辦態度已經很明確了吧 郭台辦並不想介入這個事情 那為什麼郭董 偏偏在找郭台辦麻煩呢 這個事情我也不太理解 但我把這個背景 跟各位觀眾大概說明一下 郭董最大的基地在哪裡 在榮華 在深圳 廣東榮華廠 對不對 廣東榮華廠總共員工有60萬人 對 那其中在前一屆的一個審委書記 叫汪洋 汪洋現在是誰 汪洋是中國國家政協主席 是 中國國家政協主席 他主要的分管單位 其中有一部分就是港澳台 就港澳台 然後在這個 他的政府的體制裡面 他叫做中國國家政協主席汪洋 汪洋當過一屆 還是一屆多的廣東省委書記 廣東省委書記多大 就以前我們像 我們看那個高揚小說他們講的那個 就是所謂的兩廣總督 就是那麼大 東江大力 東江大力非常非常大 那汪洋本身是習近平的系統 那他另外一個工作叫什麼工作 叫做共產黨 就是中共中央對台工作小組的副組長 組長 習近平他副組長 那他實際上汪洋 負責來分管所謂的對台業務 所以他是國台辦的老闆 國台辦的大老闆 不是老闆 他是國家級的大老闆 那他當了五年以上 我詳細時間不記得 他大概應該每一個禮拜 每週會最少一個禮拜要一次 要跟郭台銘見面 太重要了你知道嗎 是 郭台銘那個廠有五六十萬員工 那五六十萬員工如果出事情的話 陳委書記不要幹 而且他帶來重要的GDP的來源 他是外匯創會全國第一名 全中國第一名 抱歉我們講 全中國第一名 我們台灣已經中國了 說清楚 然後全中國第一名 然後第二個是他的員工 他是單一的工廠裡面這樣最大的 對 這是最 這是第二個事情 他非常多的就業 然後第三個解決非常多的社會問題 你知道嗎 還有非常複雜的 安置等等的問題 其實都是汪洋跟他直接互動 所以他們之間的關係非常好 如果我所料不差的話 今天的這個郭台銘 仍然有能力直接打電話給汪洋 一點問題就沒有 所以他今天跑去罵國台辦 是 國台辦誰的老闆 國台辦是汪洋老闆 這個大魚吃 大魚吃小魚 小魚吃蝦米 蝦米吃什麼 蝦米吃 蝦米吃 蝦米吃泥巴 吃蝦油生物 對 這就是大七小魚 郭台銘今天這個話 其實在嗆蝦的同時 他有背後的背景 郭台銘最近嗆了很多 你看到沒有 他講一個中國 一個中華民族 兩個國家 一個中華民族 一個中華民族 一個中華人民共和國 一個中華民國 他講到了兩國論的份上了 連蔡英文都不敢講的話 他都講出來了 所以這個郭大炮 他已經早就過了中共中央的紅線了 你知道嗎 然後安然無恙 他居然繼續修理 但是呢 蔡英明就跟他幹到底了 對 蔡英明就開始一直搞他 我今天看到有周刊王出現的第二個苦主 太相容了 上個禮拜是我 我被他跟蹤 我被他派狗仔隊跟了我幾個禮拜 結果跟到 結果跟到我父母家去了 他搞不清楚 我每個禮拜的禮拜天下午一定要回家 因為我跟你們講一個事情 跟各位大家網友分享一個重要的事情 因為父母親年齡大之後 小孩子都很懶惰 不見得會想回家照顧 所以你一定要找一件事情 一定要你自己來做 然後他會強迫你去做這件事情 你就會照顧父母親 那我就定了一個標準 因為我當過康明醫院執行長 我父母親我爸爸媽媽的這個排藥 他的高血壓什麼藥 排藥 每個禮拜一定是我自己做 我不給任何人做 外勞不准做 其實外勞也可以做 就是把藥放到 把藥擺在一個禮拜的藥牌裡面 對 所以我每禮拜其實是回去做這件事情 所以你眼睛很好了 你沒有老花眼 你要戴眼鏡才有辦法弄吧 沒有 沒有 老人這麼有 開玩笑 這個 一半做一遍而已 沒有 沒有 但是七天 七天 我是排藥 所以其實我為什麼 一定要回去 一定要那個時間回去 就是為了要排藥 所以 空空 那個狗仔被我騙了 他打電話問我說 欸欸欸 你回去那邊幹什麼 然後你去那個地方幹什麼 我說關你屁事啊 所以我沒告訴他 結果他第二天寫出來被我逮到 現在被我告到台北地方法院刑事庭啊 所以 這個王 周刊王的總編輯被我告了 就那麼簡單 我故意騙他的 傻瓜一個 結果騙了被我告了 所以旺董是傻瓜 你知道吧 蔡野民沒讀書 他們下面一堆沒有讀書的人 就會做壞事 然後做壞事做的也不成功 那今天做了一個很下流的事情 跑去冒唐湘龍欸 欸 唐湘龍是什麼 唐湘龍什麼身份 你知道嗎 高級外省人 不是啦 他是藍軍教父啊 嗯 哪一個教 Godfather Oh Godfather 他是Godfather 不是Scream 不是Scream那個教 他是藍軍教父 他是非常崇高的地位 你知道嗎 所以他的簡稱叫做藍教父 對不對 不能這樣講 他是藍軍 這是國民黨的教 的Godfather OK 他是理論派大師嘛 所以你現在去修理到 而且他把它想得很不堪啊 而且每一個 我看那個內容裡面 我覺得這個很沒有水準的蔡炎明 我不要講旺董 大家都 不要這樣 到時候去法院我被告還假裝說 我不是講他我講旺董 不是 我現在告訴你 就是蔡炎明 我告訴你 你這個周刊很下流 很骯髒 你去抱人家 他跟他前妻的事情 他跟他小孩的事情 他母親 在憤怒之下 罵了兒子 你把這段歷史寫出來 每一個人的家庭 都有一些 無不為人道的傷心往事 你帶五個母 你的問題更多耶 對不對 你家裡面 不過董事長 那唐翔龍那個很誇張 他叫他媽媽幹你娘 這個也是 這個話有沒有 我們不知道 但是這個畢竟他可能喝醉酒怎樣 可是唐翔龍是個普通人嘛 他是個擰薪水的普通人嘛 你一個五六百億的一個首富 去欺負一個小小的搖筆桿的一個普通人嘛 你這個大欺小強欺弱 我瞧不起你這種人 而且你把一個周刊搞成 我跟你講 很多記者就變成文化流氓 他是真正的文化流氓 而且他是第一級的文化流氓 你知道嗎 他這個禮拜搞唐翔龍 然後已經把這個整個的大媒體 變成一個很酥辣的媒體 大家都已經被證明了 然後你剛剛講 他有沒有叫他媽媽我不知道 但我覺得這個事情來講的話 有 是人家家務事 家務事 跟我去報 我去報韓 韓國語 我報韓國語 婚外情 不是報他婚外情 我是很支持婚外情的 你知道嗎 真的嗎 我羨慕好了好不好 但是 我是報他拿錢 拿到選舉的結餘經費 給這個女人 你知道嗎 我覺得重點是這裡 大家都搞錯了 因為我 我從來不談腰部以下的事情 本報最厲害就是我只談脖子以上 我們談思想問題 你知道嗎 我不搞這一套的 我十幾年來不搞這一套的 我不是社會主記者 所以我瞧不起蔡以民這種人 你花了幾百億把自己變成一個很骯髒的人 怎麼會有這種人呢 好那今天看到的 最倒楣是誰 就是國台辦嘛 國台辦無枉之災 國家給了 在中共拿的錢給國台辦 國台辦給了 不知道是誰了 反正最後的結果 莫名其妙 被郭台銘罵一頓 這個事情是什麼 這是個大好消息 郭台銘撿到槍 我跟你講今天旺董幫倒忙 郭台銘民調整個看起來輸大概3%左右 1.5%過來就贏了 關鍵的時刻 你突然間旺董去欺負郭台銘 這兩個事情發生 我現在在這邊講郭董 明天快點去幹他 去罵蔡以民 這個你會加分 這是第一個事情 罵越大越好 越大的情況之下 就把韓國瑜邊緣化 這第一個 第二個如果你輸的話 你就說他們兩個打我一個 我被打輸了 所以我就拖黨參選 我跟你講這兩個第二個理由 兩個正當性都有 第一個叫策略 第二個叫正當性 然後另外就是說 我禮拜五會公佈 我們的這個月的國政民調 我們國政民調 就開始在估計 各種情況的可能性 包括我剛剛講的 郭台銘脫黨的可能性 我們通常在這裡面 禮拜五會有更精彩的報告 好等一下我們馬上回來 歡迎回到五董談大選 各位觀眾 我們現在要歡迎五董談大選 開播以來的第一位來賓 這個是 真的是第一位來賓 真的是第一位來賓 這個是來自這個桃園市 罷工現場 講那麼久 因為罷工 對 會員代表這個段嘉惠小姐 對 他同時也是 長東航空 以及服務長達12年的 這個資深的工作人員這樣子 對 對 那他今天給我們帶來罷工現場的 那個現場聲音 來請那個段小姐跟我們 線上的各位觀眾 現在大概有三千多位 打個招呼 大家好 我是桃園市空服員職業工會 會員代表 我叫段嘉惠 對 段小姐是台灣人 他不是來自大理 大家不要誤會 那段小姐我要請你先說明一下 現在這一場罷工 那目前的現況 到底是怎麼樣 因為很多聲音眾說紛紜 有人說現在很快要會結束了 有人說 今天有說 有幾百位的這個參與罷工的人員 已經要回到公司了 那到底現場的現狀怎麼樣 可不可以請你先跟我們說明一下 現在現場的狀況 好 目前到現在為止 我們是罷工進行到第七天 對 那當然隨著罷工時間的增加 當然是會有一些會員會心心動搖 那公司也一直不斷的放出消息 說有幾百個人想要拿回去 我們所謂的三寶 就是所謂的證件這樣子 不過經過公會統計到目前為止 然後有來找公會委託拿回證件的 大概是三十個人左右 對 那今天晚上有十幾個人會來拿走 對 目前的狀況是這樣子 那其餘的所有的兩千兩百多個會員 我們都還是在罷工的現場堅持著 對 那段小姐請問 那種說有人來跟你們拿三寶回去 然後你們不給他三寶的這種嗎 因為其實 因為其實依照勞治正義處理法第55條規定 就是公會可以自己制定 就是所謂拿回證件的程序 那目前我們公會制定的程序 就是你本人親自到罷工棚來 簽委託書 因為其實我們的證件我們都收了 因為它是護照ID這種比較重要的東西 我們其實每天收了之後 我們會拿給保全公司 跟我們簽約的保全公司 會拿回去他們的金庫收著 所以我們公會目前的流程就是 你本人來簽了委託書 那公會給你約個時間 從金庫拿出來之後再給你這樣子 對 好 那我再問一個比較根本的問題就是說 段小姐請問一下 你們這一場罷工最主要的原因 跟你們最主要的訴求 我能不能請你在這邊跟我們觀眾說明一下 好 我們這次其實主要訴求可以分為三點 那其實第一點的話 就是因為長榮它一直以來 是一個比較威權的公司 對 那我們希望我們就是 藉由這次的罷工可以去 不要說打破這個威權 是說我們希望可以 就是讓公司多聽聽我們的聲音 而不是一個只是單一方向 由上到下的管理方式這樣子 因為其實包括像我本人 我以前剛上線的時候 我還建議像超神科 那時候賣免稅品 然後是港澳線很短的線 收到好多單子 賣不完 然後有一個乘客他很晚递單子給我 然後我當下其實就跟那個乘客說 不好意思 因為你交單子的時間比較晚 我可能沒有辦法賣你 那那個乘客其實他當下沒有說什麼 他就說好沒事 但是後來我接到了乘客的投訴 好 就是公司跟我說那個乘客投訴 你說你不賣他免稅品 我說我沒有不賣他免稅品 是因為時間拉不及 我當下也跟乘客說了 可是公司就說那你因為乘客的居民投訴你 所以你還是會記你一個缺點 然後我超難過那年年中被扣了錢 真的喔 對就是諸如像這種此類的小故事 對然後就會讓就是其他的同事們 我們先稍微打斷一下 好 董事長這這樣子合理吧 我現在的問題喔 對我從另外一個從這個 比較大的框架來請教你這個問題 七天的罷工喔 你要知道這非常痛苦 那七天的時間喔 所有的參與的同仁 然後面對要多大的壓力 而且空服員的待遇薪資 在一般我們國人裡面 算是比較屬於中高薪資的 是 中等的 中偏高 然後另外一個就是消費者受到很大的傷害 這一次是歷來喔 這個影響航班最多的一次的罷工 對 那你這個好像影響九十幾個航班 三百多個了 三百多班了 三百多班了 三百多班 三百多班 所以這個已經是歷史之罪了 那影響三百多個航班的這個罷工 到了第七天了 因為到了越長的時間下來的話 那個資方的滲透機會越大 然後它會分化你 然後會 因為你要面臨到非常多的現實的困難 你要鞏固那個團結的那個能量的可能性喔 其實跟著時間是在衰退的 然後我看到這次資方第三個 它提出是法律戰 要告你們 對 然後第四點就是說 整個社會大眾來講的話 對這一次的罷工 並沒有給予高度的同情或關懷 對 那媒體我知道沒有 對 那我們因為是在發現到這個事情之後 我覺得很奇怪 對 我覺得這明明應該是一個很成功的罷工 怎麼會變成沒有受到社會適當的關懷 這非常奇怪的一件事情 當然我看到總經理那個 長得跟我差不多一樣醜的 然後哭哭啼啼的樣子 然後他就好像如山考筆那種 你都沒笑容 我知道他可能他這次罷工以後 他大概同時也要跟長榮說白白了 我覺得他的第一個苦主我覺得就是他的 那在這種情況之下 我覺得很奇怪的一個罷工 就既然是那麼成功的一個罷工 然後我看到了政府 就看到了這個許榮春部長 有晚上幫你們去送點心是不是 他有送包子來給你 去探望 這表示一個關懷 所以我們勞動部的立場是表示了一個關懷 那這個政府機關 主管機關應該是桃園市勞工局 對 勞工局應該要介入來主管這件事情 他們有介入嗎 他一定要介入 他一定要介入 依法 他是依法介入 但是整個事情發生了那麼久的時間 然後我覺得第一個我剛剛講的 然後就會開始產生 因為畢竟資源是在公司方 對 強勢的 那若那個缺乏資源的 這個背水一戰的 或是弱勢的是在這個罷工方 對 罷工方來講其實沒有能力對抗的啦 那用長期七天的話 已經到了大概到極限值了 應該快撐不下去才對啦 所以我們就在撐不下去的時間的時候 請來聊一下 這是到底怎麼回事 因為我要是 因為我也當過企業主的負責人 然後 但我基本上我支持罷工 我跟你講 我跟你講我支持罷工 因為罷工權是勞權的一部分 你要知道 你要作為一個企業主 你要尊重台灣是一個進步的國家的話 我們台灣的勞工權 本身就要獲得大家的尊重 不是光一粒一休的問題 那一粒一休就是勞工權的一個 它行使勞工權的一種表現的一部分而已 那因為這種大型公司像長榮 他們用到大量的所謂的這種 這種所謂的man power的這個 這個投入的這種機構 他們會有產生非常非常多的 不同的勞務的合約跟勞動條件的問題 那就是說員工如果沒有議價權的話 就會被公司方不斷的壓榨 這是一定的 那我們所知道的 它有很多細節可能談 但我們今天不是談細節 我想談的就是說 你怎麼樣才能夠打敗老闆 所以我比較關心這個問題 因為我就問你已經勝利了 對 因為他一天要賠多少錢 大概差不多兩億 他一天賠兩億啊 那你一天要賠多少 兩三千塊 兩三千塊才會比 對 你們祖母用兩三千塊給你換兩億 我賺到百萬 我一定給你幹的嘛 我怎麼可能不幹呢 對不對 然後你會賺到多少 如果你成功的話你會多多少 現在就是要等就是 知道有沒有誠意來協商 不管他 就是你一定有一個想法說 我搞你一下 然後我 因為你不是生氣在罷工吧 對 對不對 你不是憤怒的罷工 你是為了爭取維權在罷工 對 那維護你的權利罷工 爭取更多權利對不對 那你的權利的彰顯的時候 不包括兩個權利嘛 一個所謂的休息的權利 一個是薪資的增加嘛 對 對不對 這兩個東西 休息我們不談好不好 好 沒問題 我們談量化部分 好 量化部分你可以增加多少錢 不知道耶 因為其實資方目前都不願意跟我們 那你的爭取的 你說我們想要的嗎 你要求 你要求什麼 我們想要的其實我們訴求裡面有一條 就是希望可以日資費從90塊 跳到150塊 那如果可以成功的話 這很多嗎 沒有耶大概 這在你總收入 一個月總收入的人占多少 百分之 大概4千塊吧 4 5千塊吧 你為了4千塊 搞到這樣子 但是訴求裡面還有其他的東西啦 所以我說我們罷工不是為了要 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我們講老百姓聽得懂的就是說 我們的嘉惠小姐為了4千塊 跟他搞到可能會 這個殺頭如這個 可能他的工作 沒有啦 董事長他還有更大的事情 因為工作上來講 薪資是一部分啦 但是他其實他們還有更大的部分 理想跟報復 不是 他要去推翻長榮嗎 不是 不是 說得算有4千塊而已 我們讓嘉惠講一下好了 沒關係 我是說你可以很簡單的 因為我覺得你們這一次的宣傳 基本上是一個失敗的宣傳 對 沒錯 我認為很成功啊 欸 他搞到 三百多班 三百多班耶 對 在世界上大概也是算排名前面 說前面的那一個是德行五百多班 他們如果再往前的話 就會贏德行那一次五百多班 倒掉不算 德行沒有倒啦 德行是 那德國的罷工不一樣 德國的 他們的Union很強啊 法國跟德國的Union都很強 對 那你們到底是為了什麼 就是除了我剛剛說的挑戰 四千塊 就是希望 對 還有薪資的提升 那另外一個其實是希望公司 可以改善超時航班 因為其實我們現在有很多東京啊 或是北京航線 其實他整個工時下來 都會超過我們所謂勞基法規定的 12個小時 對 那我們希望公司可以針對這一點去做改善 而不是 因為其實像過去兩年多來 我們公司總共被罰了150次 可是那個罰的金額很少 他才被罰了250萬 也就是說他違法150次 但是被罰了250萬 對 那其實站在工會的立場 是希望你連一次都不能 就是逾越那一個超時的界線 所謂超時就是說 我現在不是說 一立一休應該是工作8小時對不對 對 8小時我應該要休息對不對 但是你公司要求我繼續飛 因為天氣啊 或是跑道休閃的關係 所以你沒有辦法中間停下來 所以那個超時叫做超時航班 是不是 對 就是你超時的服務 超過12小時 就是過那個時間 過那個時間 我們法律上應該有規定說 應該是算加班或是其他方式 沒有 可是因為公司有說 沒有那是因為不可抗力的原因 所以不可抗力因素 對 所以我們勞基法的時候規定的 應該有一個倍數的加班的規定的話 他就不做計算了 就用一般的工時來計算 是不是這個意思 對啊 那你們要求是按照勞基法去做 就是 他如果超時的話 你就跟我照樣算加班費 或是說不可以超時 我們希望他不要超時並且改善 譬如說他可以帶兩組人上飛機 輪流直勤 或者是我們飛過去 在當地過夜 換另外一組上來 就是其實他有很多方式是可以改善的 可是他並沒有想要做這些改善的措施 對 可是現在如果以飛北京來講 算不是太遠嗎 對 如果飛北京有買一個航空公司 是帶兩班人去換的嗎 但是因為我們從報到 就是飛時其實是不等於公時 因為我們從 我們是飛機起飛前兩小時就報到 對 然後一直到 就是飛機降落之後 靠橋的一個小時之後 我們才算暴退 對 所以其實飛時看起來 只有三個多小時 可是你加上 譬如說你天氣不好 你要在空中盤旋 或是跑道在休山 或是北京在軍演 你很容易其實就超過 公時就會超過12小時 那他這些他就用 他就接受政府的罰款 對啊 因為罰款很輕 政府罰款 然後他就不願意給付給員工 對 那這種情況之下 如果按照你的要求的話 比較豪華的條件的話 就增加主員 舉例這樣講 對 那他成本就增加可能很多 對 對不對 那我請教你一個問題 在整個航空業 或是這個 passenger carrier 裡面的這個 就是說乘客的這個 這個廠 他的那個人力成本 在total成本裡面大概佔多少 你說我們公司 目前的人力成本佔總營收的%數嗎 對 我記得之前好像有一個統計 大概十幾% 15 16%左右 所以應該不是很高的一個金額嗎 對不對 最高的可能是飛機折舊 或其他東西 因為之前我記得那時候 我們工會有算過 華航目前好像是20幾% 20 將近30% 那我們公司目前常常航空是大概 人力成本大概15%左右 我也看到一個數字說你們前兩年就是說 都公司賺70幾億 華航賺70幾億 你是說年營收嗎 是說一季 年營 年營餘 對 年營餘賺70幾億 對 那如果說要增加你這要求之後 像華航現在一年增加10幾億了 那是不是長榮在擔心這個事情 這個華航惡夢在長榮發生 是你的要求會不會解釋 因為你這個太細節了 觀眾聽不懂 我用把簡單的講法就是說 原來華航一年賺70幾億 結果他因為這個 總算叫什麼名字 那個 後蘭仙 後蘭仙 那個我很討厭他 結果新潮流的 他走掉以後 結果他們華航現在一年變成剩10幾億 那是不是這是長榮所擔心的 長榮這個經營當局所擔心的惡夢 其實我們那時候有算過 如果就以超時航班來講的話 公司其實增加的成本 其實應該是不會到兩三億這麼多 大概一年下來大概差不多 幾千萬吧 所以你認為公司是可以接受的 我覺得對啊 是可以改善的 那我請問你最重要的 好 我們下面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說 公司可以接受 而為什麼不接受 我們下一塊再談好不好 好 公司可以接受 為什麼不能接受 我們等一下晚上回來 歡迎回到吳董談大選 今天在我們現場呢 是這個長榮罷工的代表 這個長榮航空服務達12年的 段小姐在我們現場 來跟我們對談 那段小姐剛剛董事長有提到 我說為什麼公司 不接受你們的所有的提議 而且公司不願意跟你們談 應該是說其實 公司沒有不願意跟我們談 我們已經談了兩年多了 但是我們所提出的 譬如說我們的要求在這裡 可是公司跟我們的對戰 大概只到這裡 就是雙方還是有滿大的差距 那兩年多的協商下來 其實我們都一直想要 拉近這個中間的差距 可是沒有辦法 就是大家都就是 僵持著這樣子 一直沒有進展 對 一直沒有進展 對啊 那你們這次罷工的單位 是職業工會嘛對不對 對 就是只有空服員可以加入 對 那長榮裡面 自己裡面有一個長榮的工會 就是 契工 企業工會 對 那公司會不會說 你們工會裡面 並不是全部都是長榮的員工啊 那你跟我來談判的正當性 有所不足 會不會這樣子 可是我們是 職業工會下面的長榮分會 對 那其實是如果是依據那個 我們的那個 上次的投票規則的話 其實 因為是連華航的 他們也是過半的 對 所以整體 那我們這邊光我們長榮分會 是九成多 對 九成多的投票率 對 那段小姐那就剛剛的問題嘛 我再問一下就是說 像剛剛你講的這個超時的情形 那超時的情形的話 其實是公司現在看起來 是完全不上股 公司有提出一些對案 可是我們覺得那些對案 其實你沒有解決到超時的問題 你就是在規避超時這樣子 對 你可以講一下它的對案嗎 它的對案就是包月啊 就譬如說你想飛 譬如說東京航班超時 容易超時 那我就是叫某人 直接專飛東京這個航線 你一天飛東京 然後休息一天 然後明天再飛這樣 這樣子 然後你可能一個月 飛個十趟 十一趟 然後其他的時間休息 對 然後呢 因為還是會超時嘛 對 然後所以你不要檢報了 把行前檢報這半小時拉掉 你到了公司 然後報到之後 就直接上交通車去機場 對 那你是不是就多了半小時 是 對 那你就往後 然後如果因為跑道休閃或天氣不好 你在上空 你就是有多三小時的時間 半小時的時間 對 多三十分鐘的時間 可以就是做餘育這樣子 那我們覺得 可是你這樣沒有解決掉超時的問題 因為航班超時的情況還是在 你只是把那個前面安全簡報時間拿掉而已 其實那個感覺就很像上班族他 老闆跟你說 你先來上班 八點再去打卡 那種感覺是很像的 對 那我們覺得 你還是沒有解決掉 員工超時的問題 對 那段小姐就是我們剛剛其實還是有討論到一件事情 就是你們這次的罷工跟上次2016年的時候華航的罷工 這兩個罷工來說 你們這次的罷工有沒有受到上次罷工的影響 就上次的結果或那個過程有沒有給你們帶來一些 就是這一次行動的啟發 這兩個行動之間的比較這樣子 好 因為其實我們在就是這次的罷工之前 我們其實心裡都有準備 這是一個持久戰 對 我們可能沒有辦法像上次華航這樣子 就是很快速的就可以解決 對 然後你說什麼其他的 譬如說 對 為什麼你們會覺得你們這次沒有辦法很快就解決 因為我們都知道就是 常磅航空已經準備好要跟我們打仗了 因為我們之前協商的大概兩年多的時間 我想我們都感覺得出來公司 大概就是想要跟我們繼續耗下去 對啊 所以你們準備是打持久戰的 對 我們都有心裡準備 我們就這兩千多個人準備跟常磅航空打持久戰 那持久戰多久 現在已經進入到心裡戰的部分了 他一定會開始軟化你們 對啊 他一定會開始分裂 然後各種的奇奇怪怪的謠言 網軍攻擊你 對 沒錯 你的家庭的壓力 等等等等 包括你的收入等等 那你怎麼可能打持久戰 你有什麼條件跟他打持久戰 所以我們現在公會就 能夠打多久 所以我們公會現在就是開始有四處一點散意 就是說那我們 像我們最近這一兩天我們就開始召集我們會員 因為其實公會還是一個比較民主的地方 我們還是希望就是我們會員一起來討論說 我們的訴求裡面還有沒有什麼 大家可以覺得在退讓的地方 那我們把這個退讓的方式 就是跟公司談談看 再來跟公司談談看 那問公司願不願意出來跟我們 公司誰在決定 你是說公司有一個公會事務主 他們會專門付這個公會 真正的決定的這個決策者是誰 真正要跟你們 要準備跟你打持久戰的人 因為如果像我這種人 我是一個開明的老闆 我也當過上市公司的董事長 如果我碰到我的同仁的這種事情的話 我會願意第一線的 我會願意坐下來第一個人談 這是我個人的一個態度 那因為談沒有關係 談不等於讓步 而且公司可以開明 我跟大家介紹一下 我在經營公司的時候 有四項滿意度 第一個就是客戶滿意度 第二個就是股東滿意度 然後第三個就是員工滿意度 第四個叫做現金流量 就cash flow 因為四個標準都達到的話 這公司就很健康 因為沒有現金流量公司會倒閉 其他三項滿意度 一個就是員工滿意度 一個股東滿意度 一個客戶滿意度 那如果說今天這個長榮航空 已經有一個很嚴重的叫做 他的員工滿意度 產生了重大的瑕疵 而且跟公司在做衝突 對不對 那我請問你告訴我 戰犯是誰 戰犯嗎 當然戰犯 你要點名 在這個機會告訴大家 戰犯是誰 因為其實協商的過程當中 公司有固定的協商代表 那是不是要決策的是誰 就是那個總經理 他應該是員工吧 他也是專業經理人對不對 專業經理人是公司有聘請 那個林保水先生 那他是 這個總經理是 他是他們家族的嗎 這個我不知道 他每天跑出來 他的跑出來幹嘛 他每天跑出來 哭三個眼給大家看 然後也不做任何讓步 這個是很荒謬的一件事情 那我們政府態度 政府態度就是 你們兩邊好好談 這樣子 有沒有給他壓力 你說我們給政府壓力嗎 你們剛剛要給政府壓力啊 你們也沒給政府壓力 你們就是靜態的坐在那邊等 然後一直檢討你們自己的條件 應該是說我們給政府壓力 政府也只是出來就是說 你們兩邊要不要就是 有個機會再坐下來好好談 這樣子 看雙方的誠意這樣子 那有沒有總統候選人去過 看過你們 沒有 那這個就是很奇怪的一個事情 你現在一定要 不是 這件事情要成功 今天要跟長榮航空的談判 我認為機會是非常非常困難 按照吳子佳建議的話 你就直接找蔡英文 直接找國民黨的候選人 或是找那個 那個 我們去過了 可是我們去總統府是因為 我們有 因為我們罷工六月二十號開始 那我們前幾天就是有那個 維也納航班 就是主員他飛到維也納 但是因為罷工開始之後 就沒有飛機再飛過去維也納了 所以他們那一組 就滯留在那邊 對 那照理來講 你應該要就是公司要安排 主員就是轉其他飛機飛回來 可是公司在安排之前 公司到了飯店去跟他們說 那你們先跟我簽這個 不罷工聲明書 你們先簽證明我帶你們回來 我讓你們轉機回來之後 你們回來不參與罷工行動 並聽從公司的就是任務安排 那我才要讓你們回來 這個算不算霸凌 就被困在那裡了 不是 這算不算霸凌的維也納的同仁 算不算強迫他 這是個conditioning contract 我覺得是啊 這就是我的條件 你就不要想回來 什麼意思 因為主員是執行任務才到那裡的 他就是問 他就是說你不簽這個 拒絕罷工的合約 我就不幫你安排回來 對 你就自己想辦法回來 我就自己想辦法 就是公司不負責 對 不負責 那這個來講的話 應該是 這個應該是 長榮航空應該犯法吧 沒有嗎 他沒有在害怕 所以為什麼不害怕 好 問題 為什麼不害怕 為什麼不害怕 所以我就根本上 我有去問了一個勞工專家 那大家告訴我的概念 就是長榮航空 跟現在的蔡英文政府的關係很好 那關係很好的情況之下 也就是說高層跟高層之間 有很多的默契 比如說他跟新潮流可能關係很好 那我知道過去老董事長在的時候 跟陳水扁的關係非常好 因為陳水扁以前是他們家裡的律師 長期的律師 所以在某種程度來看的話 長榮集團跟民進黨政府的關係 是非常非常的好 因此我們的政府對這件事情的態度 表現得非常的冷漠 大家也看到了 然後我們看到的就是 這兩千位的空服務員 然後就坐在那邊 在四行倉庫 在苦手待員 然後每天現在做的事情 就是檢討我們自己的要求條件 可不可以讓步 那這個怎麼打仗啊 他不會怕你的啦 我建議你今天從跟我談完之後 回去跟你們同仁 要重新談個新的做法出來 一定要他痛才有用嘛 現在就是在持久戰跟心理戰的部分 那個跟持久戰跟心理戰 我們就是你知道 拿出我們勞工最後的一把劍 就是罷工嘛 這是我們最後一招嘛 對啊 那我們現在這一招已經死出來 我們就是跟他耗啊 反正我少的是薪水 你少的是每一天的收入 每一天的營收嘛 還有沒有更大的事情 還有沒有更多的策略 你說工會這邊嗎還是 應該是要想出更大的策略嘛 因為他董事會也會有矛盾啊 他們家族也會有矛盾啊 他政府跟他之間也會有矛盾啊 那這些事情要去想啊 還有有沒有可能更 講更坦白的 有沒有再往下一步的紅線 再去進逼的可能性啊 進逼的可能性啊 這罷工就最後一招了 罷工是最後一招嗎 你看到那個 我有看到那個法國路上那個 黃背心啊 我建議你可以去找館長啊 可以號召十幾萬人出來聲援你啊 這一定要把他搞大嘛 有啦 其實我們一直有在找一些 就是看看有沒有 就是一些媒體跟我們合作的方式 媒體不會跟你合作 媒體不會跟你合作 媒體希望看到你去那邊雜營 去那邊去讓他很困難 去噴油 噴紅漆 對不對 就是冠老闆 或是雪翰老闆 叫什麼 張國什麼 張國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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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 就跟他寫說 雪翰老闆張國華 就把他寫貼起來 貼很多 是媒體想要拍這種東西 對 媒體要拍嘛 媒體要畫面嘛 你每一個人打扮 沒每人看的不會同情你嘛 或者你一直看的就是 這個沒有戰鬥力啦 你們要有戰鬥力 用靜態的罷工是沒有意義的事 而這個罷工 我根本上我的定義 就是政府的角色出問題了 而現在是最好的罷工時間點 你知道嗎 為什麼 因為蔡英文要選票耶 你沒有把他鬧大 他怎麼會甩你呢 一定要放他鬧大不可啊 像我每次都把他鬧得很大 結果我就被告 沒關係啊 就跟他幹啊 就跟他幹嘛 就是 你這個罷工 我現在講一個另外一個故事 從30年來 台灣的勞工權一直不斷地被收到剝削 其中最重要的事情就是中國崛起 中國崛起之後 我們大量的生產事業外移 大量的勞工外移 大量的工作機會外移 外移的結果 我們的各個階層不同的勞工 包括連足物科的工程師 都不斷地在喪失我們的勞工 對老闆之間的議價權 我們的議價權現在非常非常的薄弱 尤其像你們長榮這種空服員 這種可以replacement的 可以被可替代性很高的工作的話 你的議價能力是很低的 你要認識很清楚 所以你用持久戰的結果就告訴你 就會變成一批無厘頭 沒有人同情的一批空服員 就會一批就是很奇怪的人回去 你下一個工作可能就到了小學去當老師了 或是去當了這個幼稚園去當保母了 沒有人知道你參與過這個長榮罷工這一議 你連一點光榮都爭取不到你知道嗎 所以我覺得你們現在長榮的 我今天好像我現在開始在鼓勵你們要回去 要跟你們的幹部重新開會 不是用持久戰 是要讓他頭痛的戰爭 要讓長榮的董事會會非常痛 要用道德譴責他 我平常我跟你講 我講個詩人的話我跟你講 我如果用我的平常出國選項 第一個選項是長榮航空 我的第一個選項是長榮航空 真的喔 對 我比較喜歡做長榮 但是在這種情況之下 你要讓他變成長榮航空 在航空業是一個黑名單你知道嗎 是一個污名化的長榮航空 你不把他破壞到這種情況之下的話 你就會最後結果你們會很慘你知道嗎 我今天聽完是替你們局下同城的眼淚 所以董事長覺得我們應該要加大攻擊的力道嗎 就是要加大 你一定要有一定紅線 你要跨過紅線去跟他幹 要跟他講你賣給你死 就這樣選舉完了 不然很簡單的 蔡英文政府下台 搞到這個有一個根本結構問題 我剛剛談到的 就30年來中國大陸崛起以後 我們整個勞工權大量的受到的侵蝕 已經沒有議價權了 在沒有議價權的情況之下 是一個非線性 是一個不對稱的戰爭 在這不對稱的戰爭裡面 然後你找不到那種 然後立即會有效的方法 而你本身又很脆弱 然後你內部充滿了矛盾 你們能夠撐七天已經非常不簡單了 你知道嗎 對 真的 再下來我認為你撐不下去的 最後內部會有 一定會有更多的是非非短流長 造成你們內部的瓦解 所以我覺得你一定要出現一個 叫做短暫的勝利你知道嗎 因為你沒有一個短暫的勝利 來支撐你這個罷工的話 你撐不下去的 那這個短暫勝利 對不起 你要去跟長榮要的話要不到 要跟誰要 要跟政府要 跟蔡英文要 我跟你講很簡單 就是在這種情況之下 我就是讓你某某人下台 就讓你這個政府 如果這個罷工鬧到 蔡英文會落選 明天你就解決了 這麼簡單 對不對 就那麼簡單一件事情 結果你沒有鬧大 對不對 他不怕你 他在那邊跟你拖 他每天跟你 他後面的那個張國華 張國華就跟他爸爸一樣 他不鳥你 所以他們家的傳統是 不甩勞工的 他們家是一貫道 他們是非常彪悍的一個家庭 日本式的家庭 他們對勞工的看法 他以前講過 只要你敢罷工我就把你場關掉 對 他說這種咖 你怎麼跟他打 所以我認為你的對象 不能夠只設定在長榮航空 你的對象應該要設定在蔡英文身上 讓蔡英文因為這個罷工 而無法當總統 你就是成功的罷工 那這兩個事情怎麼連結 你要捨法去連結 要連結到這個事情上面來 你的機會就變成加大 你的被動性 你的人動性就加大 不然現在我再跟你講 那不要考慮法律 完全不要考慮法律 考慮法律就完蛋了 你知道 就會被他們吃定了 好 我們在這邊跟所有的觀眾 一起祝福這場罷工 祝福這場罷工 可以達到順利落幕 他已經成功了 他是一個成功的罷工 但是他們心裡面想的還有一點距離 對 所以我講的祝福就是希望他們可以達到 300多個航班停班 是了不起的傑作耶 董事長 但是他們要的絕對不是這個數字 他們要的是別的東西 要500個航班 不是他們不會要500或1000個 絕對不是這樣 他們要的應該是他們的訴求 我們等一下馬上回來 歡迎回到武董談大選 歡迎來到我們的單元 武董給你飯 武董在你飯 但是我們今天跟以往有一些不一樣 我們今天有美麗的嘉惠 來跟我們一起參與這一段的QA 但是這個觀眾 這個家不是人土土的家 是嘉義的家 要寫對 好 我現在問一下 也跟嘉惠說明一下 我們這一節的特色就是 來賓跟主獎人都不知道問題是什麼 因為問題都直接從這個聊天室裡面Q出來了 好 OK 所以你要接受挑戰 剛剛就有一個問題 想要請問你說 這個公司他們已經開始徵求新的空服員 並且開放徵求新的組員的面試了 那這看起來的話 如果他們面試進來 然後假以十日的訓練來說的話 會不會對你們造成一個非常大的壓力 那你們怎麼去應對這樣子的事情 好 因為公司目前招募200人這個計畫 其實是早就訂定的 所以其實我們也都知道公司今年要招人 對 那因為有我們買了七八七的新飛機 然後又有新的 接下來即將會開新的航點 所以這個招募計畫是很正常的 並不是因為我們罷工 他才要招募這200人 對 然後你說我們會不會對我們 譬如說我們回去怕會被fire掉 然後因為公司又加了新200個 其實我們在做 如果有機會可以跟公司坐上談判桌 在坐下來之前我們一定會談一個 就是求候選長的條款 對 其實這也是保護我們 就是參與公會的會員這樣子 對 那團體協約都會 就是要求資方就是一定要簽下來這樣子 那我們才要再上談判桌 對 這也是對會員 或是參與罷工人的一個保護 可是如果他跟你拖勒 你說越拖越不利 他後面就新的人一起進來 你們的籌碼就越來越少 因為其實我們從 要裝目一個新的人 從他報到到他受訓 到他真的可以上線大概需要半年的時間 對 我想應該罷 也不會罷這麼久吧 所以你們打算要跟他拉到半年嗎 我們應該沒有辦法拉到半年吧 對 應該他們也沒有辦法吧 他們也沒有辦法吧 對啊 如果破世界紀錄是多久 這個我沒有研究 你們下次研究一下 Lufthansa上次500航班對不對 所以我們現在要挑戰了嗎 對不對 挑戰世界紀錄 挑戰罷工世界紀錄 超過Lufthansa變世界第一 看是要幾個月的時間 然後你來全台灣 徵求義勇軍來撐你 支持你們撐過這段時間 撐世界第一 我們終於台灣有一個世界第一 我們除了同婚亞洲第一以外 長榮 長榮航空罷工也罷工到航班停死世界第一 把這個目標設定出來 這個很厲害 這個可以開 這金式紀錄第一 我覺得把這個定出來 這個有意義的設定 然後這個來請 作為我們的內趣意義 這個差300 差二幾班 200多個行班 目前嗎 你們現在300多 現在200多班 Lufthansa是幾個 500 德行 德行是500 他差200 好 一禮拜而已 他就放過你送死了 我鼓勵他 我又拚下去了 那需要什麼資源 跟大家提出來 你需要什麼資源 你們想一想 好 需要媒體什麼資源 需要多少錢 需要怎麼樣募款 需要多少人力 然後我們大家來想辦法 一起來幫助這些 勇敢而美麗的空服員 美麗有個屁用 要勇敢就有用 勇敢而美麗的空服員 我們不讓他再 跟他幹掉200個航班 超過德行變世界第一 以這個為目標 然後我們需要多少錢 需要多少人 哪些立委 哪些什麼東西 你來跟我講 那我來幫你想辦法 來跟他 讓張國華 只有跳樓一條路可以走 這個就聽到最後 好事都到最後一秒鐘發生 才200多班 一個禮拜就夠了 那我去跟他幹到底 沒問題 董事長不要走 人要問你潘恆旭 然後說 董事長怎麼評論潘恆旭 這個高雄的這個案子 說這個到底是真的 還是講的 董事長講一講 我跟你講潘恆旭這是真的 大家不要搞錯潘恆旭是真的 潘恆旭那個圖裡面有沒有看到 他拉出來 他叫做 旗津到 溫州 到溫州的直航的航線 小山通 然後那個 一堆人在那邊拍照 對 他拍照去幹什麼 你知道嗎 我告訴你 他拍照拿回溫州 那家主辦單位 去請款用的 蛤 要領錢的嘛 那把誰領 什麼老百多錢 不 這個很簡單啊 我告訴你 你知不知道有個港口叫九塞港 九塞你知道嗎 不知道 在廈門旁邊有個漁港叫九塞 很多人都知道你不知道而已 我不知道 我跟你講我們都知道 我們小山通是通到廈門 我告訴你 很多漁船會到九塞 還有很多大陸開闢的 非常多的 像我們的BOT一樣的 小型的港口 那小型港口看起來是 它叫做商 它看起來是漁港 是原來的小漁村 但是在做什麼你知道嗎 所以做走私的工作 那叫做編茂 所以很多這種 在中國大陸沿海很多這種小村子 所以我們的那個 我們養的那個 我們很多漁貨 在海上交易你知道嗎 對 他不是在那邊 金桃海上交易 不是的 他是傻瓜 他是把船開到他家去 然後碎貨 哎呀那個沒有海關啊 這個是真的 潘恆旭是人家給了他的資源 給了他錢 他在幹了一個真正小山通 這個在業界大家都知道 非常多的小港口 在接收各式各樣的 看起來是漁船 其實我們哪那麼多漁民啊 都是商船 我們台灣的高級的衛生紙他也要啊 對 奶粉也要 奶粉也要 奶粉以前要的不得了啊 那個碎金啊 開玩笑 我們台灣的奶粉 柳西蘭奶粉 香港買不到 我告訴你 台灣一船一船運過去 你以為運到廈門啊 當然不是廈門嘛 不是是廈門島 旁邊很多小港口 就嘴槓靠 所以潘恆旭這個是真的 可是 高雄市政府切割他耶 你注意看 你注意看 陸委會講一句話 你就知道是真的 他說這是詐騙集團 對 為什麼詐騙集團 為什麼 詐騙什麼 對啊詐騙什麼 詐騙一定是有錢嘛 是 我談問題喔 都先談錢 我剛剛問家慧說 你搞半天多多少錢 多四千塊嘛 是 我說四千塊啊 你叫你阿姨給你價錢一塊錢 我 百天要做什麼 但是我說這個 但是就是裡面有錢嘛 這裡面他有錢 他有利頭 你懂我意思嗎 潘恆旭是二百五 他會說沒有利頭 跑去那邊跟他開記者會 然後那個大的紅布條 在那邊拍個照 那個什麼 攝影純正 還有兩條船 你看到沒有 一條船是十二月份才能開 另外一條船是明年才能開的 對 他在那邊幹什麼 他在幹什麼 他在幹什麼 拍照 他拍照用的嘛 那拍照為什麼 連環島都要去 拍照 潘恆旭拿錢的嘛 所以 所以為什麼有議員去告他 議員 議員 議員不懂嘛 那裡面有黑龍制度 他們在勾結幹一件事情 他拍那個照 回去 而且他們查出來說 那家公司是中國統戰部的下屬下屬的外圍公司 你知道嗎 所以他拿這個東西回去是募款 成立一個走私公司 就是在當地可以找錢嘛 你知道嗎 然後故意 這叫什麼呢 趁韓國語 趁韓國語 就趁韓國語的熱潮 現在 在老共那邊 只要說我是韓國語的朋友 免死金牌 真的 你可以 上酒店 酒家喝酒不要錢 我是韓國語的朋友 加油不要錢 你不知道韓粉的利益多大 像我這個韓非沒搞頭啊 難怪人家用變身器也要當韓粉 原來是這樣子 潘恆旭這個 後面有利益 有搞頭 再追下去 所以陸委會不是笨蛋 可是鞭長末期抓不到潘恆旭 因為那個是一個利益集團 那個是一個利益集團 當然是 那另外一個我多問一個 所以 韓國語知道這件事嗎 潘恆旭昨天第一時間講說 我跟市長報告過 你忘記了嗎 然後今天市長怎麼講 以後我們局所長要謹言盛行 兩個人在演雙簧嘛 是 潘恆旭可能不會跟市長報告 但應該都是跟老闆娘報告 潘恆旭的老闆 是李嘉芬嘛 他不會跟韓國語報告 韓國語很少上班啊 找人找不到啊 對 所以這個就是一個問題啊 不是問題啊 這就是 不是我的意思就是說 他的問題是說 到底潘恆旭是事前告訴他 還是 欸我沒來打算喔 老闆我沒來打算 你打算啦 你小三通怎麼打算 沒有 他只要去那種 他要去把台灣的產品走私過去嘛 是 董事長我的意思是說 這整件事情是不是before hand 韓國語就知道了 還是 因為這件事情 欸我要去拍照囉 我就跟他講 欸老闆我要去拍個照這樣 欸這個他說 跟他告知這個有兩種不同欸 我說這個問題在這裡 韓國語這個人的頭 他之所以人緣好 那麼多人喜歡支持他的原因 就是他的草包嘛 他什麼都不懂嘛 是 所以你before hand的或after hand的不重要 他都沒有用 他口號空空 出事情他都推掉 所以這個事情 我要先交代萬交代 就是 潘恆旭的這一些勾結的大陸這些詐欺集團 他不是詐欺集團 他一定是在溫州的某一個企業 他們在經營一個港口 經營一個碼頭 那個碼頭現在經營有困難 他要跟台灣搞小三通 那個叫做編帽 對 編帽幹什麼呢 他就走私這兩邊的產品 互通有無 下面就攀橫去 就會把大陸的非洲豬瘟帶到高雄來 高雄除了這個登和樂之後 又多個非洲豬瘟 嚇死啦 好來 董事長第二題 董事長不要走啦 都是你的 都是這種重量的這種問題 來 請問您如何評價昨天 在他們的這個 國政願景演講會 這一場 這個郭台銘董事長講到說 他自己是台灣最大外掛的這件事情 他說 如果有外掛的話 我郭台銘就是全台灣最大的外掛 他昨天講話 董事長 我只記得 台灣想要贏 就信任郭台銘 這不錯 這Snow哥不錯 對 董事長來這個就是你的問題 外掛 我不知道 家會做什麼叫外掛 就是那種外掛城市的外掛 你有在玩game嗎 沒有耶 對 他不知道外掛 人要長得漂亮嗎 就是不能玩game 各位觀眾我跟妳講 不能玩game 所以要玩game才知道 什麼叫外掛 對 外掛是外掛城市 是 外掛可以有很多其他的 外掛在game的領域裡面 詳細我搞不清楚 反正有寶物什麼東西 一大堆 所以這就是郭台銘 做了一個非常不郭台銘的語言 你知道嗎 他懂個狗屁外掛 那不是人家教他的嗎 真的嗎 那是人家教他的嗎 可是這個郭台銘昨天表現得非常好 很突出啦 你看他整個的顏色 他把它裝扮 他一定拿一個大的平板在那邊播 對 然後雖然很緩慢 看起來是在讀稿 你知道嗎 可是在讀稿其實他的速度跟時間的控制 剛剛好 他昨天是大概沒有犯錯 我覺得他昨天那個應該有練習過 他前面應該rehearsal很多遍 這不錯啊 應該是rehearsal很多遍 對啊 這個不錯啊 像我們這種比較少惹合索的人 就知道傳票比較多嘛 對 這是很簡單 對 大家都很公平 所以郭台銘昨天我認為他表現得非常好 他故意跟年輕人有個對話 而實際上我們也看出來 郭台銘確實有個很奇怪的現象 郭台銘在國民黨內拿到的支持度 目前我的判斷 我們的計算方式大概還只有五成左右 那這個同樣的如果說 韓國語比較的話 韓國語大概目前有下滑 但差不多還是有七成左右 所以韓國語非常藍 那郭台銘非常淺藍 所以那郭台銘另外一個優勢 他跟年輕人跟中間選民之間 包括淺綠之間 他雖然會產生一個支持者的流動關係 我們後天會做更詳細的介紹 所以他會用外掛這個名詞 包括他內部選擇比較年輕的說法 而且絕大部分是用的簡單的語言 包括他講的很重要的東西 他講他個人的一個 中美台三方角力的問題 他講的依據很重要的話 就用他的關係 他有得天獨厚的關係 這是庶民語言 對 他不跟你講什麼川普那一套 他中間不跟你講高級的話 所以其實他是用了一個非常庶民的語言 在做昨天的一個表達 我認為昨天的郭台銘是成功的 但是這個語音 這個繞梁三尺不散的人 是韓國語 他把他的洗澡盆 洗澡缸 他的話就可以流傳好幾天 那郭台銘的話 就會當天會被大家消化掉 所以這兩個事情 確實是效果不一樣 可是目前來看起來的話 大概 郭台銘如果有機會成功的話 其實我覺得 最大的助選員 其實還是這個韓國瑜 因為所有的人支持郭台銘 都有一個理由 你知道嗎 都怕韓國瑜怕死了 喔 一個來 嚇死了 就是台灣最大的悲劇要發生的 就是韓國瑜當總統 所以嚇得一堆人去支持郭台銘 所以最大的這個郭粉 其實是韓國瑜 你知道嗎 所以今天落到的笑話 你看 今天旺董就打死不放 就大清早追殺郭董 天下有那麼笨的一群人 這是我看到台灣最笨的一群 叫做總統競選團隊 就是蔡顏銘加上韓國瑜 你知道嗎 比張國華還要笨 就是那麼笨的一群人在幹這個事情 結果搞到郭台銘現在 郭台銘有可能像贏耶 當然郭台銘也一直就被這些笨蛋追殺 對 他們很笨的每天做很多笨的事情 因為你看看 如果一般人如果郭台銘手下有一個人 像潘恆旭這種事情發生的話 頭擺頭條了 那這個叫什麼呢 師多人不養 你知道嗎 那個沙巴太多 這九三加不聽 對啊 他無所謂 對 但是這個東西就是潛移默化 整個選票的流失速度 所以我們整個來看的話 昨天那幕戲裡面兩個人要看的 就是郭台銘跟韓國瑜 韓國瑜看到一個輕挑的韓國瑜 對 看到一個笨拙的郭台銘 那這兩個人到底誰適合當國民黨的候選人 所以我覺得國民黨的精英分子 會因為這個事情 會得到非常大的一個刺激 那我們現在看到的趨勢來看的話 這個郭台銘的情勢是上升非常緩慢 但是看到的這個韓國瑜是在下降中 而且下降的速度 是不是來得及在7月14號當中 能夠輸給郭台銘 不一定 但是這個問題來講的話 有一個肯定的就是說 昨天晚上最高興的那個人叫蔡英文 對 太高興了 每天都笑咪咪 看到五個大笨蛋在那邊搞這個玩意 哎呦 那五個傢伙 加起來都搞不過一個蔡英文 是 你知道吧 可是蔡英文小心一點 我今天先講 好話說不壞 我現在黨籍還在審查中 我跟你講 搞不好 常常航空把你搞掛掉 你趕緊把勾勾 把勾勾勾去打 賣幫 瞧不起 都在那個不知道的地方出事情 每星星之火 每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打仗的時候 都是輸在那個沒有注意到的地方 你知道嗎 夢江女 哭倒長城 對 就是我悲情一下子 整個國家就垮掉了 桃園這一批 在曬太陽的這些 勇敢美麗的這些 女戰士 是 你不去照顧 你不去關心他們的時候 結果火燒到你自己頭上來 那更小心 那比韓國瑜更可怕 是 好的 以上就是我們這一節的QA 我們也很感謝佳慧第一次來參與我們節目 作為我們節目的第一位來賓 那謝謝大家的參與 那還沒有訂閱的觀眾呢 請記得趕快到我們下面來訂閱按鈴鐺 以後YouTube就會通知你武董談大選的直播時間 好 以上是今天的節目 歡迎大家明天同一時間 晚上九點鐘再來參與我們的武董談大選 謝謝